请这一队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 40岁来自湖南 培训讲师 女嘉宾蒋女是23岁 同样来自湖南 礼仪培训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老位 今天谁要来的 我 来干嘛 主要是来想解决 我个人的感情方面的问题 你个人什么样的 感情方面的问题 主要是 我对女朋友隐瞒了 我的年龄 跟这个名字的这一块 就是因为隐瞒 这个年龄跟这个名字 所以说她一直耿耿于怀 不管以后我怎么做 她使得不相信我 不肯接受我 所以我现在很迷茫 我不知道我要怎样做 她才能够接受我 明白了 什么时候发现 她隐瞒你年龄 和名字的事的 就是我们出去 一起玩的时候 突然发现 她名字也是假的 连她的年龄告诉我 当时告诉我 也只有三十岁 结果在她的身份证上面 突然发现 她的年龄是四十岁了 真正的年龄是四十岁 你干嘛 瞒着年龄和名字呀 其实这个名字这一块 我不是故意去隐瞒她的 但我认识她之前 我就用这个名字 因为我以前 身份证那个名字不好听嘛 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有笔名吗 对不对 这很正常了 我确实是她 我是为了想跟她在一起 确实是隐瞒了一点年龄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善意的访言 我不是为了恶意对她嘛 是吧 我想以后到一定程度 我会慢慢跟她解释的 对不对 现在她刚开始 我如果说实话跟她说的话 她肯定解释不了 因为以前我也是有这方面的失败 以前都是什么说实话 都是很实在地说 这么多年没见分 也是这个原因 就是太老实了 太诚实了 所以我就说 稍微欺骗一下没关系 反正也有什么恶意 如果你老实的话 你就当时不会隐瞒你的 你们俩认识多久了 一年多了 认识一年多 她才知道你的真实年龄 不是 她认识一个个月之后 她才发现我这个名字 跟年龄隐瞒她了 认识一个多月就发现了 对 她就发现了 也就是说 这又纠结了一年多了 那你纠结什么呀 姑娘 因为我女孩子嘛 毕竟心还是比较软的嘛 明白了 认识了一个月 女生就发现 男生在名字和年龄上 都隐瞒自己了 是吧 但是女生的说法是 我心软 我没离开 男生今天来是因为说 这一年多就因为这点 你认为的所谓善意的谎言 你做什么女生都看不上你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对 她总是一种隐隐在里面了 不管对她怎么好 她反正就是说 觉得好像我是在欺骗她嘛 而且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她都带有反应性 比如说她生病了 我也给她去买药是吧 在外面有个时候 笑大雨回不来 我也冒着雨去接她 我做得好的 她们不记在心 像我有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她就记得在心里面 其实她也很多缺点 我只是说因为我 每个人都有缺点 但是你抱怨的态度里 也不可能你当做我的朋友 他们的面就是我的 太矫情了吧 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在一次聚会上 我看到那个龙虾嘛 好吃嘛 高蛋白嘛 对不对 我就给她加给她了 加给她 她说她是皮肤光敏 不吃 我就说你怎么这么挑剔 这么多人都吃的 你就吃不得 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她就说 我在她朋友面 就说她缺点 就不高兴 龙虾不是人人都能吃 本来我是本好意嘛 这加给她 不吃 我也是十八十说嘛 也没有说怎么 人家过敏嘛 就这点事啊 是啊 本来是小事情 她就 总不懂一些 小事情发脾气 还有呢 还有什么呀 你们俩的矛盾当中 矛盾很多了 她这还一个圈里 就是什么呢 她消费方面的观念 她不一样的 她是有多少发多少 她没一个存钱的 一个习惯的 可以说是越关注的 但是我每个月 我的消费 都能够保证 我自己的开支 要不愿意拿钱 这不是你的开支的问题 你买了之后 你不顾下个 你比如说一件衣服 她不管多少钱 她买了之后 全部的两天 她就丢掉了 一步就懂得去 珍藏这个东西的 你买衣服 花她的钱吗 没有 自己的 那不得了吗 这不是巴不放 我的钱 你的钱好 我的钱 你的钱也是我的钱 我的钱 对不对 她的钱怎么是你的钱呢 算我们这样 肯定成立这么一个 有这么 要为以后作响嘛 对不对 她就没不为以后作响的 你的钱是她的钱吗 可目前来讲 不是 但是以后 以后也可能是我们的了 那个是以后的事情 这个是现在的事情呀 我知道是现在的事情 但是你有个东西 习惯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吗 每个人习惯都不可能实权 什么 你应该很留见我的性格 你们俩当时怎么认识的 我们是在一个培训会上 当时我看到她各方面 气质还可以 我在追求她是没错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相处 发现她很多的毛病出来了 比如总是 谁要灭着活秀罪的 但有一次我们去 那个饭地吃饭嘛 不是剩下很多菜 我就说叫服务员打包嘛 她说你丢什么人 还打包 但我认为吃不完呢 剩饭剩餐 我说打包回去有错吗 没错嘛 你觉得麻烦吗 这一不愿你打 是服务员打 有什么麻烦呢 那你不打我打 你为什么越说越说 我丢你的脸 我丢什么脸了 你们俩现在还好着呢吗 对啊 还好着呢 对啊 那你们俩为什么还在一起呢 我没听明白 就是她之后 我不是心软过一次吗 但是到现在的时候 她还是一直 这么地去缠着我 不放 每天打电话发信息 我真的有时候 我真的好迷茫的 你想跟她分手 对 她不跟你分手 对 每天都缠着我 每天都缠着你 缠着你不放嘛 哦 干嘛呀 因为我怎么说呢 我是想来搞清楚 我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你不能接受我 你要我怎么做 你才能 你要我怎么去接受你 你成头到尾都是在骗我 要我怎么去接受你 怎么去原谅你 我都跟你说了 我就唯一一个人 名字跟那个年龄 骗的你什么 名字我也跟你解释了嘛 你还要怎么样嘛 说说她就很难 适合她这种的了嘛 啊 你今天来是想干嘛 我来的 你们俩现在什么状态 先说清楚 还在谈朋友 还是已经分手了 什么状态 没有分手 她就是不肯接受我 我就想来搞清楚 到底我怎么做 你才能够接受我 就人家姑娘 不想跟你谈了呗 是这意思吧 有些不完全是她的意思 有一部分是她的意思 但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经常吵架 她父母亲反对 知道吗 所有人还是她父母亲 她还没多大的问题 你想跟她在一起吗 姑娘 不想 不想了 因为她都骗了我 还有一次就是 她不是开个摩托车吗 结果她没给我打电话 就接个女孩子回来 接女孩回哪儿啊 不是 是这样的 那是 我们公司同事 同事不是 放学了吗 不是刚好训路吗 我就摩托车 载着那个同事 一起训回来了吗 在当时她看到了 也没有说什么 我也没当初回事 后来过了几天 我是有什么事 找她的时候 她就说 我做不到的 你去找她吗 我说找谁啊 她说 就等那天 你摩托车 带着那个女的 我这不是感到 莫名其妙了 难道这么一小 我打个地方 遵循你同意吗 那是 你又去考虑 一个女孩子 内心吗 毕竟你之前 也骗过我嘛 她从公司 带了一个女孩回家 她没告诉你 是吧 是的 这算她又骗过你一回 是吗 对 好 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我都感到迷茫了 我就不知道 我要怎么做她 才能够信任我 你是要跟她分手 是吧 对 那你要我们干嘛 你都包容了 你还要我们干嘛呢 她不愿意啊 对 她不愿意让你包容她 是吧 不是 我这么对她好 她为什么接受不了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男生的问题是 我如此对你好 为什么你还不接受我 来 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们两个人 知道 你们两个人要什么吗 男方是奔着结婚去 生孩子去的 我知道 目的性很强 对吧 女方你知道 你要什么吗 我觉得是 但是是 她能够去 关心我 那你知道为什么 你一直觉得 她隐瞒你年龄 和名字这件事 在你这儿 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你觉得 这个 这件事 是你忍无可忍的事情 在她那儿 却觉得 这没什么 我就是 满你年纪 满你名字了 怎么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可能感觉 我这个人 好说话的 那就有孩子了 没错 你自己没有底线 没有原则 你在一年多的时间之内 一直在重复 纠结这一个问题 但是你没有明确 你的态度 如果你当时 接受不了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拖到 一年之后 到现在才去 还在纠结这个问题 因为不是我在纠结 是你的心在纠结 是她一直在缠着我 这一年 你都在提分手吗 就是你知道了 她的年纪 和她的名字之后 你就跟她说 我不跟你好了 那是她一直在缠着我啊 所以啊 还是你的问题啊 我真的 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迷你 换号啊 很多方式 可以让你离得开她呀 所以这是女方的问题 那男方是什么 你知道她为什么 一直要挑你的礼吗 因为她跟你 不是一条轨道 上的人 你要的目的性 非常明确 要生孩子 要结婚 你知道她愿意 跟你结婚吗 你说珍惜 什么叫珍惜啊 强扭的不叫珍惜 对吧 如果她已经明确表示 她接受不了 这样的一段感情 接受不了这样一个你 你再怎么努力 再这样子缠拉打 没有用 况且你对她 也不是爱 你对她是什么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我再不抓住 这个姑娘 我再找一个 又得耗好几年进去 我爸妈那逼婚 催着要孙子 我怎么办 所以你对她是完全要求 我现在认定了你 就当我媳妇了 好 你给我按照 我媳妇的标准 变成这样的一个人 你把她当成你的爱人了吗 没有 所以你也不是那么爱她 女孩子这儿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她其实都不知道 她自己要什么 所以我希望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做一个主导者 那当初她就不要接受我们了 不要跟我在一起嘛 是啊 那你当初也不要骗人家 你的名字和年纪啊 对吧 骗我是说 所以这个不要再说理由 骗就是骗了 这是善意的谎言嘛 什么叫善意的谎言啊 在感情当中隐瞒年纪 算善意的谎言吗 以后她认可了 我被告诉她 真实年龄的嘛 那有什么意义呢 当一切都是谎言的时候 这段感情有什么意义呢 这感情开始的基础 就是以一个谎言开始 你觉得她继续下去 还有意义吗 你知道吗 以前我就是因为 实话实说 才导致这样的原因的了 你以前的感情失败 绝对不是因为你实话实说 说说可能说 太老实了 你没有发 不是你太老实 你没有发现你自己身上 在感情当中出现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人太挑剔 好吧 谢谢 小伙子 你这次绝对来对了 你来对的理由 不一定是 你别再说那个什么 你一开始就骗我 好不好 来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古方红堂 真情60秒 亲爱的 我们毕竟有这么久了 请关门 来 有请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 我们的爱情到这儿